三世祝福所有愿呢 我们怎么落实呢 总归拿起来讲 就是四红十愿 四红十愿怎么落实啊 我们在讲习里头讲的太多了 祝福的别愿呢 我们就以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做例子 四十八愿归拿起来还是四红十愿 那么换一句话说 像四十八愿 愿愿呢 我们都要修 三世祝福的红颜 散布在一切经论之中 地藏菩萨 地狱不空 事不成福 谁是地藏菩萨 给主说 我有一尊菩萨 不是地藏菩萨 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谁是观音菩萨的 每一尊菩萨 都是观世音菩萨 他不为苦难 帮助众生 我们看他是地藏菩萨 看到一切苦难众生 真的是 言到首到 立刻就撑除 元祖之首 我们知道 这个是观世音菩萨 充满了智慧 是文殊菩萨 真实智慧 善巧方便 圆满功德 不全菩萨 所以 我们学佛 最麻烦的 就是把这菩萨分了家了 一个菩萨 管一场事情 不知道 实际的事情 一阶时都 多阶时一 一都不二 确确实实是一 摄放三世福 共同一发生 一个神 一心 一智慧 一个人 能够变化 无量 无边的人 变化都不同 这是四世 随众身心 印所质量 观世音菩 门平里的 三十二印 那是一个例子 三十二种 不同的身份 全是观世音菩萨 也全是地藏王菩萨 也全是文书 普贤菩萨 这是四世真相 这个是信德 圆满的流露 明白这个道理了 一切金 就是一步金 一步金 就是一切金 所以 一金通 一切金通 一个法门 毁了 一切法门 都毁了 就这么毁 这是佛法 所以 祝福菩萨的愿 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愿 我们多了之后 心里要有警觉 一下子 我心里原来有这个愿 现在这个愿 为什么没有了 被烦恼 妄想执着 掘盖了 这个障碍 拿掉 一切祝福的本愿 我们自信德里头 通通圆满 居住 或是 这个愿 这个愿 是 我心里有不想